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如果原子弹突然爆炸,怎么做才能活下来呢? 面对这样的问题,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1945年8月6日和9日,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枚原子弹,就是这两枚原子弹分别造成了广岛10万人,长崎14.9万人死亡,也直接促使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投降。 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,自然是不必赘述的,但如果真的有原子弹来袭,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? 事实上,虽然知道爆炸有一定的半径,但试图跑出原子弹杀伤半径的方法并不可行,因为平民不太可能知道爆炸点,美国曾在冷战时期形成了一个普通民众应对核战争的基本观点,那就是卧倒并掩护。 也就是说,一旦发生原子弹爆炸,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刻跑到建筑物中,因为钢筋混凝土能帮你抵挡一部分爆炸威力,进到建筑物后,因立刻卧倒并找到任何不可燃的物品遮挡住自己,这样可以避免热浪将自己灼伤,也可防止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玻璃割伤自己。 另外,如果爆炸发生时身处野外,没有建筑物,一则可以找大土堆或坑道掩护,二则可以跳进水里,因为从理论上来说,水能有效阻挡热浪和冲吸波,但前提是你必须会游泳,不然没被原子弹炸死,自己就淹死了。 总之,原子弹虽然威力巨大,但事实证明,这些看似简单的防护措施,却很有可能帮助大家活下来。 中国古代,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,他们虽为丫鬟,身份气不低,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,罪易窥见归房之乐。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,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。 感兴趣的朋友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